iPhone电池最佳化充电盒 80%的上线充电有何不同? 苹果从iOS13系统开始为iPhone 加入了最佳化电池充电功能 目的是极有减少iPhone处于完全 充电的时间来减少电池的耗损并提升使用寿命 今年苹果又为iPhone15机型 加入了80%充电上线功能 那它和最佳化电池充电功能又有什么不同呢? 最佳化电池充电功能能让iPhone会 在某些状况下延迟充电超过80%的时间 iPhone使用装置端的机器学习 技术来了解你的日常充电习惯 因此只有在iPhone预测即将长时间连接充电器时 最佳化电池充电才会启动 此演算法的目标是确保iPhone 在拔除电源时认为充饱电的状态 而iPhone15的80%充电上线功能 iPhone将会充电到最高约80%电量 然后就停止充电 如果电池电量降低至75% 充电将会继续直到电池电量再次达到约80% 在启用80%充电上线时 iPhone偶尔会充电到100% 以维持精确的电池电量估计值 当您启用最佳化电池充电时 iPhone会在您通常充电时学习您的充电习惯 然后它会在您需要用到 iPhone之前将电池充电到100% 例如如果您每天晚上都会充电 最佳化充电会在您晚上睡觉前将电池充电到80% 然后在您早上起床前将其充电到100% 最佳化充电功能需要几天 时间才能学习您的充电习惯 在此期间您可能会注意到iPhone 在您习惯的充电时间内没有充满电 一旦最佳化充电功能学习了您的充电习惯 iPhone将开始在您需要用到 iPhone之前将电池充电到100% 在了解了最佳化电池充电和80%充电上线工作原理不同后 您是否知道该如何选择了呢 总结iPhone电池的充电循环次数有限 最终仍可能需要更换 电池使用时间与充电次数是 使用情况及设定状态而已 简单讲所有电池都是消耗品 最终都是需要更换 无需纠结幻想一颗电池好好保护能用一辈子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